老师,各位大德,各位同修,请翻开经本第39页第五项开始,第39页第五项开始,来经文文献念一遍。 福尽十方朱叉海,地矣矛三世海,佛海集于国土海,我便修行经济海,一切如来与清净,一眼俱众阴生海, 谁读众生亦乐阴,亦流泊遍财海,三世一切诸如来,余辟无尽余颜海, 横转离去妙伐轮,我甚至地普能如。 庞参念的这个三首诵,是特别法的那个四种愿之中的第七种。 这个第七个愿呢,这就是特别的最终的第七种,这个名称呢,叫做转法轮愿。 那么在这个经文里面呢,每一句啊,都有一个海字。 那么因此在这个,跟各位介绍之前呢,先要把,有两别先说明。 一个呢,是讲转法轮,再呢,要讲究这个海。 所谓转法轮呢,这个轮,我们就是,大家都说坐车子啊,车子有车轮啊,就是轮子。 那个轮子呢,那个轮子呢,有什么用处呢? 啊,不是停止在一处的,是到处跑的,啊,到处活动的,是一个一。 所以,在呢,这个轮子啊,它所到之处啊,把那个地方呢,都能够,那个地啊,土地的地面呢,就能够把它捏得很平的。 所以,这个轮子呢,轮有这两个意思。 那么这个法轮呢,法是佛法,佛所说的这个法。 那么这个,佛所说的这个法,法是一种方法。 用这个方法呢,用这个方法呢,来解决我们众生的生死问题。 啊,那么进一步啊,就叫我们呢,用这个方法来臣佛,这是佛所说的法。 那么我们众生呢,散了很多啊,对于这个方法往往是很难以了解,也不容易接受。 所以这个方法就有个比喻,方法就像个轮子一样的,一个法轮。 法轮呢,能够,只要我们呢,有这个缘分,有这个因缘呢,接触了佛法的时候呢, 它就像个轮子一样啊,把我们这个众生的心中那些法脑, 这伤脑就像地上那些高地不平的那些个,啊,石头啦,沙子什么,统统把它粘平了。 也就是说,把我们众生很多的心里的伤脑啊,把它摧毁了。 这是法轮的意思。 那么因此呢,我们修佛啊,要发心,发什么心呢? 发,修菩萨道的这个心。 菩萨道,什么叫菩萨道啊? 所以菩萨道呢,就要这个,要觉悟。 觉悟我们众生为什么有生死,为什么不能成佛,觉悟这个,不但自己要觉悟了,也要帮助所有众生来觉悟。 这就是要行菩萨道了,菩萨道就是自己,自己度自己,也要度化众生。 那么你自己度自己,又要度化众生呢,你凭借什么呢? 凭借这个佛法。 你就拿这个佛法,来自度,来度人家。 那么因此啊,自度度人家,那么这个说法就叫做,到处这样,劝人家修佛,自己同时自己也这样修持,这叫转法轮。 那么转法轮呢,刚才讲的,法轮所到之处,把这个土地啊,把它粘平了。 那么我们心中究竟有什么平不平的啊? 那这个我们就知道了,我们众生的心里都是不平的啊,对待人都是不平等的,对待任何事情呢,都是不平等的,分别性很重。 所以这个用这个用这个说法,用这个法轮呢,把我们自心,以及把众生的心,都把它粘平了。 这个平等心,让这个大家都有一个平等心啊,平等心一出现了,这个好了,这个佛性啊,就正如本性就出现了。 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所以有生死,有这么多的烧脑,就是我们心里边呢,没有平等的。 一切就是要出去损人利己啊,这就是不平等啊。 果然能够心里边呢,果然能够心里平等的话,这个,看待人家,如同看待自己,这个天下就太平了。 这个,没有说法,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 世间,你说哪一种学问啊? 你若是阳城这种,到这种境界啊,那一门学问也办不到。 他呢,研究不到这个,这种境界的。 他这个哲学怎么样的高深呢,讲不透彻,讲不到这个地处。 所以必得要有佛法,才能办得到。 那么,第二点,就跟诸位说明的呢,这三首诵里边呢,都有这个海子,海子海洋啊。 那么,我们比如说,我们比如说到这个海边去一看,看大海啊,一望无边的,海啊多么广阔呢? 就拿这个比喻,比喻这个佛法了,啊,无边的啊。 那么,凡是佛经里边,尤其这个华严经,讲到这个树木啊,没有办法说得清的时候, 这个树木,这个树木,形容这个树木多了,多得无法计数的时候啊,就用那个海子来,来形容。 所以,这个海呢,就是形容这个,这个太多太多了,没有办法计算了,就用那个大海的海子来,来比喻的话。 所以,这个三首诵里边呢,都有这个海,一看,各位一看这个海子啊,就知道这里边所讲的,每一间,讲那个地方也好,讲佛也好,讲那个土地也好,都是像海那样的,没有限量的,无穷无净的,是代表这个意义。 那么,海呢,还有个意思,还有个意思,怎么说呢? 比如说,我们到海边不但看的是一望无边啊,大海的深度,你也没办法测量的。 里边包含了多少东西,内容如何,我们也,也没有办法了解。 所以,一个大海里边呢,包含了万象,包含了无尽的啊。 所以,它这个海呀,从那个宽广,广密来讲,是无,是没有,无穷无尽的。 就那个深度来讲,它说,寒藏的这个内容,也是无尽的。 现在,我们就看这个,这个宋了,第一首四句,第一首四句呢,是讲,转法轮的。 你,比如说,你发菩提心呢,要转法轮呢,转法轮在哪些地方转呢? 这就告诉我们呢,转法轮的这个地方,你的范围有多大?这是第一首送的要义。 我们现在一看呢,某某人,在那里,度化众生,只是在某一个地方。 顶多嘛,现在啊,在台湾,或者到国外,啊,或者在其他各地方,到处去弘法,也算是了不起啦。 但是,我们看看这里。 但是,我们看看这里,这里所转法轮的这个范围,我们看看。 普进十方,诸茶海呀。 茶,就是一尊佛所教化的一个区域,叫做茶,也叫佛茶。 一个尊佛教化的区域有多么大呢? 我们这个世界,世界就是苏婆世界。 苏婆是看人的世界,因为在苏婆世界呀,很多痛苦。 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众生呢,都很能以忍受。 看人就是,看人忍受,不看人忍受啊,他还能够忍受,就是看人。 那么,这印度文叫做苏婆。 这个苏婆世界呀,就是一个大,三千大千世界。 三千大千世界有多少呢? 我们这个地球,在三千大千世界里面呢。 就像一个太平洋的这个大海,这个水呀。 不过,你从那个海水里面摇起来一勺,一勺水而已。 其余的那么多的世界,都是整个那么多。 整个的世界,都叫做一个大千世界。 我们可想而知,我们这个地球上多么渺小呢? 反过来说,一个大千世界有多少世界啊? 那么这是一尊佛,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是我们释迦牟尼佛教化的一个佛刹。 先要定住,这是一个一尊佛所教的佛刹。 那么每一尊佛所教化的佛刹的,都是三千大千世界。 那么每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它这个世界,都是这样无穷无尽的那么多啊。 那么这个刹是一个一个,一尊一尊的刹痕。 刹痕,这个诸刹呢,诸刹你这个数目字你看看啊,十方诸刹。 十方诸刹是东西南北,再加上东南西南,东北西北,这个八方呢,再加上下,十方。 那就整个,全部都有了。 十方呢,我们就以我们这个数部世界为中心来讲吧。 十方诸刹,我十方推,推想,十方世界都有哪一方?都有佛刹。佛刹呢,也有多少呢? 十方诸刹,就像海水,大海那么多。 所以,十方诸刹海呀,那你可以说是你,一尊佛所红化的一个佛刹啊,这个小世界已经数不清了。 那么,再加上那么差,那些大型世界又数不清了。 都在这项海那样多。 那么这项普贤菩萨发愿呢,普经。 所以,所有的那么多的茶海呀,都包括在内,都包括清了。 这句话是这么讲的。 第三句,佛海,基于国土海。 这个是什么呢? 第二句话,每一个毛端里边呢,都能够显现佛海。 我们讲这个,任何一尊佛教化的地方啊。 佛刹,佛刹它有正报,有依报。 正报呢,就指的佛,菩萨等等,也叫正报。 我们众生这个生命,本身呢,也叫做正报。 一报什么呢? 一报什么呢? 一报是正报所依靠的这个环境。 这个,国土。 那么这里一句话,就有正报,有一报。 佛海,指的是佛。 佛兜着像大海那样多。 这叫佛海,指的正报。 一报。 基于国土海呢,国土是那个佛,以及众生所居住的这个环境。 那么这是一报。 一报,国土语都说呢,也像海那么多。 那么这个佛海,国土海啊。 这个一正二报啊,都是在每一个某端里边,都能显示出来。 我便修行精洁海,这第四句。 这个普遍不大讲啊,我是普遍的修行。 什么叫修行呢? 修行呢? 修行呢,就是一方面,洗手佛所说的法。 啊,上面讲啊。 。 普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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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多的三千大千世界。 每一个大千世界里边有佛。 啊,一毛端里边都显示出来。 有佛,有国土。 那可以说,那个太多太多了。 那个第四句讲呢,我便修行。 我普遍的,把上面三句所讲的那个,那些范围啊。 通通包括在内。 我完全的,从那麽多的佛所说的法。 我通通把他洗手过来。 都修好。 修过来。 修过来干什麽呢? 修过来,再把这个佛法说出去。 啊,度化众生。 这个呢,叫做修行。 菩萨修行不是小声的修行啊。 啊,菩萨修行是上求下话。 对上来讲,求佛法。 求佛说法,他能够把佛法完全接受下来。 对下对众生来讲呢,他把学来的佛法再说给众生。 那么,佛心佛的讲啊,他上求在哪里去求啊? 无量无边的那些佛,那些国土,跟他什么去求。 下度众生在哪里去度化众生呢? 也是无量无边的那些众生呢,到处去弘扬佛法。 这就是第四句啊,我便修行经济海啊。 经济海,你这样修成,修到什么时候呢? 结束,那个结束也跟那个大海那样,没有办法计算的。 第四句就是,佛心菩萨把他,这个,愿意把佛法这个法轮呢,这样,尝试去,这样转下去啊。 这一个大约,这就是转法轮的这个大约呢,这一首算是总书的这一个意思。 中间第二首算,第二首算的意思呢,就是特别的,把佛说法的这个,这个音声呢,啊,说法的这个,用言语啊,特别的说一说。 因为你就是,虹法,啊,历生的话,少不了要用言语的。 可是这个,言语啊,我们知道啊,我们凡夫众生的这个言语啊,非常有限的。 那么,因此呢,这个中间这一首算啊,就讲佛说法的这个言语,什么样的情况。 那么,佛心菩萨发这个愿呢,专法轮呢,愿意就学到佛的那种言语,用佛的那种言语啊,来鸿法历生。 那么,中间这一首,这一首颂啊,第一句,一切如来与清净。 一切如来呢,如来就是佛的一种号,佛有十种号啊,如来就是十种号之中的一种,也就是佛。 一切如来就是一切如来,一切如来就是一切佛,就指的上面呢,第一句讲啊,十方诸他海啊,有了这个一切的佛海,指的那些佛。 那么一切如来说法的这个言语是什么样的呢? 于清净。佛的言语啊,都是清净的。 什么叫做清净呢? 那,不是我们普通人所讲啊,某某人言语很清净呢? 不是那么单纯。佛的言语什么叫做清净? 他喊的意思就是很多了。 在这个祖式读解啊,叫做佛的这个清净语啊,叫做语。 语就是用言语嘛,就是言语都有声音嘛。 声音的音啊,音我们不断说是音乐的那个音。佛说话的那个音啊。 那普通那个音乐啊,你看,那个音乐的这个,尤其是古乐啊,那个演奏出来啊。 你,什么样的人,你听到那个音乐啊,你又得到什么样的这个感受。 虽然啊,虽然他没有说明什么文字啊,什么言语啊。 可是他那个旋律,那个这个演奏出来的那种音声啊,你个人听里啊,都有各种不同的这个领悟了解。 嗯。 那么佛的言语啊,那个音啊,那个,比那个音乐啊,那又不知道就宣说到什么程度了。 所以祖是讲佛说法的这个,说法这个言语这个声音啊,叫做圆音。 圆就是圆满。 佛的言语这个声音叫圆满的音,叫圆音。 。 所以佛说法的这个言语,叫做圆满的音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佛讲的这个言语啊,不管听里有多少人,不但人类众生,其他各类的众生。 嗯。 都能够听得懂。 听得懂啊,佛所说的什么意思。 啊。 这个,佛经里面有,啊,这个,有一首诵有两句话。 佛以音而说法了。 佛以一个音声来说法。 众生随类各得解呀。 众生呢,随着哪一类哪一类的,个人呢,都能够得到了解。 可见的佛所说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言语啊。 他不像我们普通人,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话,啊,这个,讲的中国话外国人听不懂。 啊。 我们讲人的话,就是那个,家里那个狗啦。 养的那个畜生啊,他听不懂。 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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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的这个言语了。 有了障碍了 有了障碍就 那个 就不是原因 佛所说的这个言语呢 没有这些障碍 哪一道的众生 都能够听到明白的 为什么 佛的言语 叫做清净的 我们众生的言语 就不是清净的 我们众生说任何话 我们可以自己体会出来 谁的话是清净的 所谓清净的呀 就跟那个水一样 这个水里边呢 一点的这个 这个泥土啦 这个那个什么 杀石什么东西 一点点这个东西都没有 纯粹的这个水 这是说比喻 那么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众生说话呢 这个话呢 都是从我们凡夫心里面出来 我们凡夫的心是什么心呢 凡夫的心呢 都是自私自利的 都是为自己的这种种种的利益 这种种的利益 来想的 所以我们众生 每个人的心呢 不是那么清净的呀 就对人来讲 我们时时刻刻总之要想的 把人家东西要拿过来 那么就自己来讲啊 时时刻刻有这种心呢 就是一种烦恼 有了自信 有这些烦恼的话 就是不清净 就像那个水一样 污染的 你的水一污染的话 这个 你哪里能够 你把这个水来洗东西 怎么 东西还没洗得干净 那个灰尘还没洗 你的污染的水 把这东西又增加一层 这个脏 更肮脏了 所以我们众生的这个话呀 这个言语啊 不是清净的 因为这个不清净的言语 彼此说话 都不敢完全相信 都对于人说话 都有保留的 都有怀疑的地方 你说话可靠吗 这是众生的说话 说的话 彼此都不敢相信呢 尤其在今日之下 谁敢相信谁的话 假使说我们修道的人 你了解这个道理 我说一句话 就说一句话 长期的你自己这个自我要求的话 那么你到相当的时期啊 你这个功效就显示出来了 那么别人对你的言语啊 他就可以相信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言语啊 虽然还没到佛那样清净啊 这地下路 一般人对于你啊 可以相信了 由此可以知道 我们只要按照这个佛法去修啊 我们的言语可以慢慢转变 转变到这 转到最彻底的时候 就是到达佛的那种境界 清净的言语 清净的言语啊 那就不得了了 那话说出来的时候啊 他就绝对的令众生能够信任 能够相信的 使众生能够绝对的相信的话 他这个言语啊 就像那个水一样啊 这个就可以把众生的心呢 洗涮干净了 第二句 一言举众因伤害 就是讲第一句所讲的佛 所说的言语都是清净的 像那个清净的言语啊 一句话里面 一言甚至一个字 一个字就叫做一言 一个字里面呢 就具重因生海啊 具是具备啊 就是含畅的意思啊 一个字里面就含畅了 重就是太多太多了 人生海 人生就发出这个声音出来 那个声音都得像孩子一样 没办法计算 一言里面呢 一言里面就含藏那么多的这个 言语说的那个意思啊 这个呢 要懂得中国文字你就知道了 中国的文字啊 那比如说是 一个字里面 含藏的意思就太多太多了 中国字你比如说 孔子公公子的大弟子啊 孔子公就是文公子 有一言而可以终生行之得乎 他们公子 有没有这一个字 我终生呢 我一生呢 在这一个字上下功夫啊 来修行 有没有下这一个字呢 这就是一言里面呢 你一个字里面可以终生来修持 可见的这个字 包含的意思有多么广啊 那孔子就告诉他 其疏忽 其疏忽不欲 勿施于人呢 那你想想找这么一个字啊 那就是疏到 中疏的疏子啊 这个疏子我们普通人 普通说 你饶恕人家了 疏啊 孔子说 就是这个疏子 所谓疏子什么呢 疾受不欲 勿施于人 你自己所不愿意的事情 你不要啊 让人家去做 那么可见的 你懂得中国的这个字啊 一个字就是 含义无穷无坚的 就是具备了 完完全全的 含 包含了 包含了个音声的 像大海那么多啊 含苍无尽的 因为这个含苍无尽的 这个言语 这个音声的 所有的 都能随着他自己 你领悟的能力 都能了解佛的意思 你程度高的人 领悟能力强的人 他就多得到一些意义 那么领悟的能力比较低一点呢 他领悟的比较少一点 但是都能够领悟到佛所说的意思 而这个意思呢 都能够啊 都能够啊 让他啊 这个了解 这个这个 起这个觉悟 能够帮助他觉悟 也就是了解佛法这个道理 所以说这个 余清净呢 他有这样的情况啊 一个字里就包含这么多 可见他 佛不说法在意 一说法 有多少众生能够得到利益啊 所以婆媳菩萨发愿呢 他要学 佛的这种清净音 清净言语 这个清净的言语啊 一说出来怎么样呢 随着众生 都众生啊 多众生 我们人道的众生 一切其他各道的众生 各道的众生呢 以他的意思 每一道众生的这个心里啊 乐啊 一听到佛的这种言语啊 就乐了 就发生这个欢喜了 一发生欢喜啊 听到这个言语啊 他就能够了解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 比如说这个佛自己的发出言语吧 我们就用这个念佛 念佛把佛的名号念出来 就借着我们凡夫的这个言语啊 念的这阿弥陀佛的佛号啊 啊 念出来 我们学佛的人当然听起来 欲天欲高兴啊 发欢喜心啊 就是那个 出生啊 听起来 他也 也发生欢喜心 就过去在内地啊 那个 有人放声里了 放的那个鹅啊 一对一对白鹅啊 送到寺庙里边来 那个白鹅啊 天天听那个 这个 那个 念佛 每次念佛他就在听 他就听 听了听了以后 他自己站在那里就往生了 就是 那个往生端里都有记载的 再说现在你看 那个 各地方有人那个 着门收养 那个流浪的狗啊 把那狗是 把它收集起来 在一个地方 喂他吃的东西 然后 放这个鹿烟带 念佛的鹿烟带给他听 听起来 那些狗啊 听起来 都是啊 心情也不急躁了 安安静静地在那听了 可见呢 这个不但我们人类啊 那个畜生他 听到佛号 他就感觉到心里发欢喜 由此可以想到 佛的言语一发出来 那个叫众生 发欢喜心 所以这个人呢 可以可以想象到啊 所以这个就是 随住众生 遗乐意 这个人呢 佛的言语 他都能够让众生 发欢喜心 都能够让众生了解 了解这个 佛说法的意思 那么第一次去普遍莫德说了 一流佛 变财海呀 变财 我们普通的这个佛法 讲的那个 变财无碍呀 变财无碍这个财是 口才 这个佛的这个变财呀 你看上面所讲的 他一句话 一个字 说出来的时候啊 这个 一切众生 都发欢喜心 都能了解 哪一种变财 能够比得上这样的 这样的效果啊 我们普通人 你比如说 给人家开辩论会 开辩论会 那你要应许对方 这不容易了 就是应许对方的话 你把人家口 这个 这个 这福了 人家心理和不经的 就认同啊 要真正的变财的话 你不但是 福人之口啊 而且福人之心 你这个道理 一说出去啊 让人家一听 活然开朗 心里是 心开意解啊 原来不懂得 现在懂得了 发生了一种 欢喜心 这个 你这个才是变财呀 所以佛呢 这个 这个言语 都是 没有 没有障碍的 这个变财 普遍 普遍博大就说 一 他发生 他要把 佛的这个言语啊 都能学来 都能写出来 写出来 然后他自己 说出的 每一个字 每一句话呀 都要流露出来 流出来的这个言语呢 就是佛的言语 佛的言语是变财 那个变财呀 那就是 没有障碍的了 就像海那样 无边 没有边际的那样 那么多 所以是啊 一一流佛变财海 他要把整个的佛语啊 都能学过来 用这种言语啊 说出去来 度化众生 你想想看 这个 这个佛行物的 这个语言大不大呢 那么这是 佛的这个 清净的这个言语 后面这个四句啊 又是一首颂啊 是讲这个 这个 转法轮的这个 时间多么长 以及手转的法轮是什么情况 我们呢 先看这个第一句 三世一切诸如来啊 这个三世呢 是过去的 啊 佛 诸如来啊 如来就是佛了 诸如来是一切诸如来啊 不知哪一尊佛了 把所有的这个佛 把所有的这个佛都包裹进了 所有的佛不但过去的所有的佛 而也有现在的所有佛 还有未来的所有佛 这叫三世一切诸如来啊 这叫三世一切诸如来啊 三世一切诸如来啊 对于那些佛啊 他们所讲的那个言语 清净的言语 清净的言语 多得无穷无坚的 就像海那么多 有那么多的言语的海啊 那做什么呢 就是转法轮 用那些言语啊 把这佛法说出来 就是这个 讲这个世间 这话 那个上面那个三世啊 有两个意思的 一种讲法的 一个意思的就是说 三世如来 过去的佛 是这样啊 这样转法轮 用那个清净语啊 来说出佛法来 现在的一个一切诸 一切佛 也是这样转法轮 未来的一切佛呢 还是这样转法轮 放开这个三世 这么讲 除了这个意思以外 还有一个意思 那就是说 就每一尊佛来讲 我们就拿我们 释迦牟尼佛来说吧 释迦牟尼佛这是 就是这一尊佛了 这一尊佛呢 他的言语啊 就是通达三世 为什么他的言语 就是他这个言语说出去以后啊 没有时间的限制的 我们普通人说啊 那些这个道理啊 那些事情呢 故事了 过去的时候 现在已经是用不上了 这个就是一般人都有时间的观念 时间有一些事情的确是如此 过去用得上的 现在用不上了 或者是我们现在认为是用得上 很对 一转再过将来又用不上了 他都有时间性 那么佛的言语啊 他没有这个时间性的 他是有永恒的这个价值的 释迦牟尼佛在那个时候说话 两千多年 这个 以前将近三千年了 那个时候说的发 到现在 还是 这个 用得上 不但现在的将来永久都能 这是 一个真理 因此呢 他的这个话啊 只能转变时间 而不被时间来转变的 这是佛的言语 所以 他的言语是通达三世 释迦牟尼佛的言语是如此 十方三世 一切佛 只要成佛 所说的言语 都是啊 超越时间的 啊 通达三世的 这个绝对不是现在啊 世界上哪一位大修文家 他说啊 他说啊 这个言语过的时候了 过的时候的言语是世间反复所说的话 啊 佛说的话永久不会过世的 不但佛所说的话超过三世不会过世 就是中国圣人孔夫子说的话 也是啊 通达三世的 也是永久啊 啊 这个 不被时间来转变的 而他能够转变时间 那么 为什么佛所说的这个言语啊 是 这个 这个通达三世呢 我们就举一个 很这个 清净的这个 这个事实说一说 佛转法轮的时候啊 这个释迦牟尼佛就在路严院里啊 开始讲 就讲这个苦即灭道 这个四地方 苦即灭道 众生哪个没有苦啊 我们在世间认活众生没有苦啊 苦是真理啊 这事实啊 苦从哪来呢 苦是有极 我们这些众生所属的苦都是我们自己造过去种的因造出来的 苦是一种苦 苦必有因这是极 有过去自己造出来的 那么你要结束这个痛苦啊 你要修道 你要必须要修这个佛法 你必须要修这个佛法 学佛法 学成果 学成功了 就能正果 正到这个极灭的这个正果 不生不灭的这个果 这个道理 哪一层佛都是这个 都要讲这个道理 过去修佛要修这个道理 我们现在修佛要修这个道理 未来修佛还是要修这个道理 如果说人为这个道理不管用了 我们另外讲一个道理出来 那就不是佛法 那就是把这个佛法转变 那就是凡夫的 那就那就很难讲了 心理之下有很多人不讲这个 讲别的 那就很难说了 佛所说的这个苦极灭道 以及不但是这个 其他所讲的这个所有的方法 都是这样超越时间的 这些欲比无尽的余颜海 用这个无尽的余颜海 所说的法轮是什么呢 第三句 很多离去妙法轮啊 这一句就是所准的这个法轮 指的这个法轮说的 这个法轮是妙法轮啊 这个妙到什么程度呢 你看这个离去这两个字 离啊 就是指的我们众生 人人都有的这个本性 这个真理 这个真理我们人人都有的 我们称佛就凭着这个本有的这个本性 也就是佛性来称佛 我们聊生死也凭借这个 啊 佛性 把这个佛性 开发出来 我们就生死 这个假象啊就没有了 就聊了 这叫礼啊 去呢 去有两个意思 一个当趣味讲 一个人呢 吃东西吃得很好 有趣味的 对于某件事情呢 发生兴趣了 也叫有趣味 这个意思呢 就是去向来讲 啊 他的心呢 向着某一件事情 叫去向 有两个意思 那么就去味来讲呢 这个佛法 这种佛法 这种佛法说出来啊 就是让这个众生就感受到无穷无精的趣味 我们现在对于世间 任何事情感到有兴趣啊 哪一段事情能够比 当上佛法这种趣味啊 佛法这个趣味是无穷无精的 各位念佛 你就知道 佛号一提起来之后 这里边趣味无穷的 那么这是一个 讲到去向呢 那么 这个佛法一说出来啊 就是让我们学佛的人呢 去向什么 去向自己的真如本性 去向这个真理 那么我们现在念佛 去向到要求往生极乐世界 好像与这个布达河啊 完全相合 我们这个本性呢 就包含极乐世界啊 极乐世界就在我们本性当中啊 就是讲这个理啊 讲事实 极乐世界在西方 我们的这个娑婆世界 讲到真理的话 我们这个心性大得无穷无精的 所以去向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能力 现在还不到啊 去让我们自先的真理啊 一下还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所以我们先去向极乐世界 往生到极乐世界 往生到极乐世界 方向就是一样的 就是一直更快 能够直接是 去向我们这个心性的 所以这个去啊 是两个 一个是有趣味 一个是去向 那么他这个横转 离去妙法轮呢 佛心菩萨讲啊 我愿意啊 永恒地转动 这个微妙的 这个佛法的法轮呢 让众生 感受到无穷的趣味 实的众生 都去向 真如本性 那么 为了去向真如本性 很快就能去向到呢 那就要后边就是 确认念佛了 那就是 先去向极乐世界 去向极乐世界 那 那就是 比你现在 去向真如本性更快 说一句 佛身之力 佛能如 佛心不再讲啊 这个我愿意 以 我有很深的 智慧 力量 能够普遍的 上面所讲的 那个各地方 所有的佛 那种智慧 言语 那么 这叫做妙法轮 我又具有很深的 智慧能力啊 一切都能够如啊 如就是 领入 无如啊 都能具备啊 这样的话 我可以转 这样把这 法轮能够 永恒地转啊 所以这个 没有深的智力 是不行 我们现在 比如说念佛啊 那 你要相当的 这个 这个 你愈念愈有 愈有兴趣 愈念愈感觉 有趣味的话 那就证明大家 你有相当的 这个智力了 没有相当智力 感受不出来的 这个自己虽然 还没有感觉到 你实实在在地 在那境界 在那转变了 不是普通人 能够感受到 出来的 所以这是 有很深的智力 能够普遍 那我们今天 就讲到这里为止 今天就 感觉到家 有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